二鬼争失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曾有人远行时 独自夜宿在一空房子 半夜有鬼间扛着死人来到他前面 又有一鬼追来 臣骂前来的鬼说 这死人是我的 你为什么背来这里 前来的鬼说 是我的 我当然自己背来 后来的鬼骂 这死人是我背来的 两鬼各捉着死人的一只手相互争执 前鬼说 这里刚好有人 可以问他到底是谁背来的 后鬼急问 死人是谁背来的 这人思维 这两个鬼力气都很大 我说实话会死 说谎也会死 既然免不了都要死 为何要说谎 就说 是前鬼飞来的 后鬼大称 便捉住这人的手用力拔出 丢到地上 前鬼立刻就拿死人的一条手臂接上去 如此两臂 两脚 头等全身都被换成死人的 而两鬼共同吃了这人的身体 擦擦嘴后就离开了 这人思维着 父母所生的身体 我亲眼看到被两鬼吃了 现在我这个身体全部是他人的 我现在有身体吗 还是没有 如果有 可是这全部是他人的身体 如果没有 可是我现在明明有身体 他欲思为欲迷茫 神志不轻如疯狂的人 天一亮他寻着路离开 回到自己的国家 看见有佛塔 比丘门 立刻追问比丘门自己有没有身体 比丘门问 你是什么人 他回答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人 就像比丘门说自己昨晚遇到的事 比丘门想 这人已知道无我 就比较容易叫化 便告诉他说 你的身体本来就没有真实的一个我存在 不是今天才没有 身体是地 水 火 风四大河河 而人却妄认这是我的身体 就像你本来的身体 和现在这个死人的身体并没有什么不同 都只是四大假河罢了 比丘门为他说法 这人一心专注地听 当下断除了所有烦恼 正的阿罗汉道 典故摘自大智度论卷十二行思 晶云 火身虚幻 四大假河 无有坚实 大地 诸天 西非究竟 凡夫众生 常行非法 与之迷惑 分别亲疏 单诊 欲恶 无有焰足 永处轮回 无解脱时 很多人人的一生 都是为了求得色身的舒适安乐 而忙忙碌碌 为了色身的美丑 强弱 老病而痛苦烦恼 若能了达色身苦空无我 不再贪着欲恶 进一步 机甲修真 广修六度万行 器物本性 必得解脱自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